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我今天把它算一算 光是制裁跟援助乌克兰的国家 有几十个 甚至于连新加坡都进来了 那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 是个女生 记者就问她说 那你们还有朋友吗 她说有 我们有中国 不过我再请教一下 当总工程师就是 我看乌克兰 不是 俄罗斯去占领了 车诺比核电厂 你知道其实它已经废弃了 它保持了大概九十二个人 在那边维持一个辐射 不要外泄 它为什么要去占领那里 好 这张图 也许要请导播帮忙 稍微放大一点点 车诺比核电厂的位置 是在这个地方 它在那个湖边 在这湖边 那会在湖边 因为要冷却 会这样冷却 它已经废弃了 它不是为了占领车诺比核电厂 这边是个交通要道 从这边 我选这张图的原因 我网路上很多图 为什么选这张图 要到基辅最快 它除了有那个 乌克兰的一些行政区发问台 它连道路都在上面 所以它从这边 它占领这个地方 就占领交通要道 我刚刚提到说 重兵要进来 重兵进来 迫不得已走 乡间道路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公路走 你为什么不走呢 更快 尤其现在血要融化了 坦克车是可以到处乱走 但是如果要把重兵带进去 当然走公路 这是它占领 车诺比核电厂的重要原因 那会发生核子战争吗 因为它现在普丁用这样再威胁 这样子 刚刚提到普丁的心理状态 我把这个先排除好不好 因为包括刚刚讲的 是大弹之父 FOAM这等等事情 在我们学军事的观点 是这样看 政治目的决定战略 这没问题吧 对普丁来讲 他政治目的是很简单 强国的周围的邻国 不能有敌国 很简单吧 就强国的邻国里面 不能有敌国 很简单 你要加入北约 不可以 政治目的很简单 好 政治目的就决定了战略 战略会决定战术 战术会决定战法 战法选择武器 应该是这样子吧 好 如果刚刚那个政治目的 这么简单这么清楚 我们看看 乌克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力资源 IT产业 不管是Google 不管是西门子 不管是Microsoft 他们有很大量的 资讯科技产业 是靠乌克兰代工的 资讯就写程式的 代工的 好 这些人 我以工程师来讲 工程师是有工作做就好了 并没有一定要说 对国家什么问题在里面 今天如果是俄罗斯 来统治他们 这个能力 人才在不在 还在啊 不管是谁来统治 对这些人来讲 他一样 对Microsoft 一样可以给其他们代工 所以对 我刚刚讲说 从政治目的 战略一段讲下来 他为什么 如果他对乌克兰要选择 炸弹之母 炸弹之父的话 他杀的是人 炸弹之父重点是杀人 不好意思 容我有一点时间 因为我觉得看到乌克兰 俄罗斯这样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的抵抗 我觉得大家想知道 了解台湾 第一个就是说 台湾的抵抗力有多强 军事上抵抗力有多强 第二个事情是 这个台湾人的抵抗意志 有多强 那最重要的是 老共看了以后 是觉得很好 很好欺乎台湾 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你的看法呢 答案是没那么简单 我可以很快达到这个结论 第一个 台湾有个台湾海峡宝 那是个天南的屏障 当初会选择台湾来撤退 是有原因的 因为那不容易的 当然回去也很难 那我们可以撑多久 每次都在问台湾可以撑多久 我们先讲 我觉得讲这件事情 我们先讲他能打多久 他能够打我们打多久 好 刚刚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分成五个战区 东部战区在规划上 就是对台跟对美军 就是琉球日本的美军 他们就这样规划的 好 那我们就看看 东部战区一定是攻台主力 当他攻台的时候 他第一波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波跟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要集结 空降部队跟所谓登陆部队 要先来 不是这样的 不然要怎么来 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把 按照去年美国所做的 中国军力报告里面 所揭露的 第六就是他们那个 东部战区到底有几个 这种单位 好 我就简单讲 他有两个陆战队旅 有四个两栖攻击旅 这两栖攻击旅 包括可以空降在内 六个 这是他们第一波的兵力 这第一波的兵力 他要投射到台湾来 没那么简单 我们不是等着你来的 我们是等着你来的 我们是等着你来的 所以他要发泡 要渡海作战这件事情 在第一波的兵力要上 就没那么简单了 六个旅有多少人 一个旅大概五千人 大概三万 三万人 一个旅大概就是 湿边或就是加强旅的话 大概五千人 那三万人要投射到台湾来 没那么容易 因为毕竟有个台湾海峡在 我是用科学的模式 来分析这件事 好 就像乌克兰这次战争好了 他第一波也是做这个 一样的动作 就是先刚刚讲说 先踹门 什么叫踹门 就是用长城坚准武器 做坚准打击 踹门完之后 还一定 我们讲的万代齐发 也是一定做这件事 第二步就是这种 先头部队要来六万人 那如果我们在第一波的 战力保存做得够好 对 这个六万人来就是送死 送死 不是 不就送死 所以你刚刚讲 我们能撑多久 我现在讲他们能打多久 我先讲这个问题 他这六万人到底能不能 这三万人到底能不能 六个旅到底能不能过来 因为其他的部队 就像我讲俄罗斯打乌克兰 后面的重装部队 绝对不可能 是用这种强行军 就是快速登陆 绝对不可能 一定要站下港口 站下机场 这是为什么俄罗斯 要打机场的原因 那总共可以打多久 好问题嘛 对不对 我刚刚讲 第一波他可能打不太久了 他如果以现在 以现在台海 我们国军所做的防卫设计 防卫作战准备 他能第一波打不了多久 就是第一波 就是刚才讲 万旦齐发之后 我们暂时保存做得好 接着他要六个旅 要来强行登陆这些 暂时他都打不好 以现在的结果来看 何况我们还有制空权 制海权 他要说来就来 没那么容易 所以你刚刚说 他到底可以打多久 先看他这一波部队 能不能过得来 当然啦 他不是只有 他的所谓的陆战队 也不是只有两个旅 他在南部战区还有 那台湾会比乌克兰还团结吗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个我们蔡总统今天有讲 昨天有讲 要团结台湾 维护民主 我倒想 我不是冒犯总统 我觉得民主是要维护的 那其实团结台湾是我们现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台湾 在台湾的人民里面 有一样 跟武汉人一样 有守土的决心的话 那这个我们一定守得住 我觉得有 我讲实话我觉得有 我觉得守台湾的决心 我觉得听起来是蛮强的 我比较担心的是年轻人 就四个月 四个月现在 我比较担心 对 我比较担心 为什么 因为 一个军人在战场上 能不能有真的捍卫国家的决心 跟他的信心有关 跟他信心有关 如果这个训练不足的时候 他信心不足的时候 我真的不能预期 他会做什么